我看网上有很多吐槽PS5版的黑神皇悟空 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替PS5版说几句公道话 这俩版本我都买了 先看第一个问题 说PS5版黑神皇悟空没有HDR 没有VR 没有自适用扳机 震动弱道没有 针对这个四连问 我一个一个回答 黑神皇悟空的PS5版确实没有HDR 但是电脑版也没有HDR 第二关于这个自适用扳机 这是PS5手柄独有的 PS5版本的黑神皇悟空 在上架的时候 那个商店页面就写着 只有震动没有自适用扳机 怎么着开始说没有自适用扳机 但上线必须得有才合理是吗 好第三个VR这个东西叫可变刷新率 在PS5上只有少数游戏 特别是第一方游戏才有 黑神皇悟空没有是正常的 是合理的 关于手柄的震动强弱 我玩PC版用的是精英手柄 震动也很弱 和PS5的那个版本手柄震动一个样 好说下一话题 PS5版发热厉害 我感觉这不是问题啊 这正好说明PS5已经在全力跑啊 只要不报错 不死机就是好样的 另外我还看到有一些电脑游戏主播 他连续直播 有的把电脑主板甚至显卡都给弄烧了 甚至我还看到很多人说电脑 以运行黑神皇悟空 那个噪音特别大 至少说PS5还算安静稳定吧 好下一话题 PS5除了便宜没什么好处 我就想问问便宜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这好处还不够大吗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说 2万多的4090电脑除了贵点 全是优点 好下一话题 很多BOSS都是顶着掉针打的 这个重点讲一下 他说的是事实啊 打BOSS掉针这件事 在4090面前可能是个问题 但是在PS5面前这不是个问题 因为PS5它不是完美 它是妥协的产物 PS5要在价格和体验之间取平衡 花更少的钱还能带来不错的体验 打BOSS偶尔掉点针 虽然感觉上差点意思 但不耽误玩 也不耽误你通关和白金 最后一话题 关于流畅度的问题 这真是个名样 我现在已经过了第一回 整体上感觉流畅 不过有人说 第二张打虎先锋的时候 有回会掉针 还有人说到了第三张会卡 不过还有人说 他已经到第四张了 感觉很流畅 不过这次又有人说了 等你到第五张就卡了 还有人说 我已经打到第五画了 特别场景有点掉针 整体感觉还可以 然后又有人说了 他已经通关了 确实有的时候 有点卡顿掉针 最后我还看到这位网友说 他是在PS5画质模式下通关的 40个小时 全BOSS加隐藏 基本上七到三次过 一共报错两次 黑神话在他眼里不算差的 关于流畅度 我想补充一句 黑神话悟空的PC版 就没有流畅度问题吗 就不卡顿掉针吗 国外媒体在解禁的时候就说过 在游戏的中后期 偶尔会出现卡顿 掉针 甚至死机 像这种问题需要持续不断的优化才能解决 它不是PS5版独有的网友 只不过在PC上 它是用高性能 暴力拉高了帧率 掩盖了一些掉针问题而已 剩下的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就是画面 这个我想单独开一集 是专门讲 总之 各位不要拿黑神话悟空的PS5版 去跟战神 蜘蛛侠 美墨去比 因为这些都是索尼的第一方游戏 都算是神优化 但是同时 它们也是索尼独占 现实独占 它也是独占 打铁还需自身硬 黑神话悟空的PS5版的优化 还得靠游戏科学自己 慢慢克服吧 加油 加油